然后白天呢 就在道场里 怕自己做错 不懂规矩啊 然后我就 就是因为不了解道场规矩 也不敢去随便问人家 然后我就跑到 外面的一个土地庙 拿着两个经本 一个是梵王菩萨界的界本 一个是无量寿经 到土地庙跟土地爷爷说 我说我这也不认识别的地方 因为它是在农村 一出门也没有公交车 也没有出租车 什么都没有 我又不熟 是台北的中立区的 一个农村的 我从来没去过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就到那个土地庙 它土地庙 所以土地庙就是一个小庙了 外面有一个空地 我主要是在外面敞开的空地那块 然后先读一遍 无量寿经 再读一部界本 然后就开始在那绕佛 每天十万八万的绕佛 到师父讲经的时候 我再回到厂听师父讲经 刚去土地庙的时候也不顺利 那个路上有好几只狗 那狗就冲我叫 我说狗你千万不要冲我叫 我说我特别怕狗 我说你要再对我凶 我都没有信心在这待了 我说你要对我好一点 我说我给你念佛 回向你 然后我跟我那助理 我们俩就拿两包方便面 然后提前泡好 在土地庙读完经 念完佛 在那吃完方便面 然后就再回道场 就这样的 每一次的去 那直到我记得是第三回不第四回 去善果林 就是我 他们能够接受我讲课了 之前是不能接受我讲任何课的 那第四次好像是去 师父说 请君余老师讲课 那边就说可以 就允许 等我一讲课 给大家开始分享 如何学界 受界 包括持界 包括这些心得的时候 整个磁场就变了 变了之后 等今年再去 那就是完全是天上和地下 然后给我出门坐的是一号车 夫人说一定要坐一号车 然后这次去善果林 每天都要 都要英共出去吃饭 因为不同的部长请你吃饭 君余老师你来了 我们特别高兴 今天你去吃山外山 明天去吃什么什么 我说就不吃了吧 我说请僧团 请僧团不方便 因为僧团那个卡的时间紧 师父又下午讲课 所以你就代表师父出去赶紧要吃饭 作为和和的一个象征 然后跟大家合影 照相 然后讲课 带着所有的义工信众分享 后来师父就跟我说 静怡是不是这个境界变了 我说是的 我说因为只有改变自己 才能去改变境界 你不要说去改变境界 但是我们不求去改变这个境界 你在不断地努力改变自己 提升自己的过程当中 境界自然然 它就随着你这个正报 它就变了 因为它是一报嘛 对不对 所以要用自己的实际的 这种亲身的体验 证明佛说的是对的 师父讲的是真实不虚的 你得到这种证明 你会觉得学佛特别欢喜 因为你自己是亲身所证 那你没有去证明的话 你只是说在这听 然后左耳进右耳出 遇到任何情况 只是一味地抱怨 一味地烦恼 一味地去埋怨 你最后这个佛法全是白学了 因为你没有自受用 你自己不得受用 你去度众生 众生不会得受用的 他受用是源于你有自受用 你自己都没有受用 你说人家会相信你吗 他不会相信你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 面对善知识 听法要生这种谦卑心 然后用这个谦卑心 去面对一切众生 都那么谦卑 他说我错了 那我就错了 我去年去善果林 人家说 静瑜你要解释什么什么事情 我说真的很抱歉 我解释不了 因为我根本不了解 如果他因为我生烦恼 我就深深地跟他说一声抱歉 但是呢 我希望他能放下 我们都是佛弟子 都是听老法师讲经 都要学海鲜老和尚 我们都一起念佛 求生净土 如果静瑜做错了 我一定 我真心跟他忏悔 那确实我有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我自己念佛 回向他 也回向自己 希望自己能够破这种无名烦恼 那也希望他不要 因为我一直持续生烦恼 这些都是假的吗 不是真的 所以我被人不断地去审问的时候 我都是这样的回答 最后我就真的 我跪下来说 我说 我确确实实希望我们真心地都去念佛 不要在这些人我是非上打转 因为没有意义 因为我对他没有任何的烦恼和生气 那你说他在远方 因为我生气 我觉得不值 对吧 你就不需要去理会这个陈静瑜 管他做什么呢 管他说什么呢 对吧 我们就学自己的就好了 因为人和人都在一个缘分 你跟他是善缘 跟他的缘分又深 你就很欢喜跟他一起学习 跟他互动 你跟他是恶缘 缘分又浅 那我们就远离 我们静而远之就好了 就是这样的相处 所以不要对这个法升起满足 你没有做到 你就不能生起满足的心 生起厌礼的心 要不断地追随 那么接下来说 请问善知识 物但劳苦 就是我们在学法的过程当中 要能够去不断地思维这个法义 就像实善业道经理说的 要常思维善法 常观察善法 你说我们师父上 不是讲我们听法的时候 不分别 不思维 不想 不作意吗 我们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因为你不思维 你就落入到无名当中了 我们儒家都想 学而实习之 不于悦乎 学了之后 你要有审问 要审思 要分辨 我们可以去看 黄念老的 这个古想集 他在古想集里 就有这样一段分享 我们要想明白了 知道怎么做 你认真 如理如法地做 做到这个究竟处 你就放下了 不用去分别和思维了 你没有做到的话 你说我先不去分别 不去思维 就像我们念佛时候 我还没有开始计数 达到功夫成片 你说我不用计数 不计而计 不念而念 这个纯粹是自己骗自己了 最后你就把自己 给骗到这个死胡同里去了 所以我们一开始 要从这个三个根 其中一个 十善要道经 就要教我们 要思维善法 要观察善法 你看人家学得好的 是什么样子 表现出来的 威仪啊 谈吐啊 起心动念是什么样 那个学得不好的是什么样 我们不能朝那个不好的学 要朝好的学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疑惑 如果亲近善知识 要问 不能说 哎呀 这个善知识 是不是很辛苦啊 算了 那个别问了 或者是 哎呀 我也挺辛苦的 这个 就过去吧 不用去想那么多了 我就念佛吧 那么我们如果有这种疑惑 能早解决的 早解决 能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信愿 因为师父讲 不是师父讲 是偶一大师讲 我们往生的关键 是在信愿 不是功夫高低 就像赵良玉老菩萨 他其实就是信得深 愿得及 你说他功夫有多高 没有那么高 因为我看过他修学报告 他最后这一点呢 说到 我在念佛 还夹着很多 妄想 成片是肯定没达到 我会在新的意念里 辱力 结果他的努力 就是往生极了世界 告诉我们 最关键的是信愿 因为我跟赵老师 这些年接触特别多 因为 定宏师傅在红访 所以护持赵老师的 很多工作 内户呢 是他身边的几个义工 四个义工 外户这边呢 就是我这边 承担一部分 逢年过节 有一些礼品啊 然后经常地回复赵老师的一些信息 那么赵老师在信愿方面 确实很坚定 如果换成我们自己 有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儿子的话 是决定不可以放手的 就是赵老师这一点 确实是很厉害 因为他在最后几个月的时候 我跟定宏师傅分享 我是赵老师决定是把你放下了 因为他确实不打电话 以前他都是 一周一次是少的 有时候是一天一次 很多的 定宏师傅刚出家的时候 这都是菩萨在视线了 视线怎么样去放下 这个情职烦恼 最后成就自己往生 他在最后给定宏师傅 写的修学报告里 他的抬头啊 第一次用的是什么称呼呢 因为我看过他以前 给定宏法师写信 都是说 我的儿子 茂森 他不用他的法号 结果最后一次修学报告 写的是尊敬的定宏法师 惭愧三宝弟子赵良宇 敬成修学报告如下 我当时一看到我心里 真的是特别的欢喜 那种欢喜发自内心的 因为决定能成就 你放下就意味着你信愿成就了 你没有放下 你的信愿决定没成就 所以只看自己放不放得下 你不一定是放下父母和家人呢 我们在义工里头 最放不下的就是我们的义工 心心念念都惦记着自己 那个同伴 他错了 老师 哎呦 我收到这些信息和信呢 我就 我说你放下他吧 你就饶了自己吧 不是饶了他 你为什么对自己就是 这样的紧紧的把自己捆在 娑婆世界和六道轮回当中呢 你生生世世都是这个样子啊 我就瞅他不顺眼 我就是瞅他 不舒服 他就是我的眼中钉肉中刺 我心心念念 我就不念阿弥陀佛 我就念这个人 这就是我们绝世的义工菩萨 我真是发自内心的恳求 我们在2017年要放下他 把他变成心中的阿弥陀佛 把他变成心中最感恩的那个善知识 没有他不能成就我勇猛精进 没有他我不能知道我烦恼这么重 我决定是往生不了的 你往生不了在这全都是假的 跟在善知识身边干什么呢 纯粹就是明文利啊 都是五一六成 都是七经五欲 不是真学佛 所以自己要能明白 我都说的自己嘴皮子都快磨破了 最后我都不说了 他跟我说 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我对这个人 我说挺好 老师你认为我这么对他做怎么样 我说可以 老师你认为 我说都行 你怎么做我都没意见 你为什么你就放不下呢 你放下其实就成就了 你真是为工作吗 没有 你夹着着情绪 夹着着烦恼 夹着着对立 就不是真正为工作 为护法来的 你如果能够医治 不医时 医义 不医语 就是我们的四义法 医了义 不医不了义 医法不医人 你就可以能做到 对方也不会对你生烦恼 不会有意见 对方还是对你有那么烦恼 是因为你自己的心在烦恼 你就感召到这种烦恼吗 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你就能看到自己这个问题呢 所以当这个老师都闭嘴不说的话 你自己就要明白 基本上是没啥 没啥 就业 不可救药了 因为我一开始我还说 说到最后我就不说了 他问我啥都好 好 挺好 你哭 哭 你都对 他都错 哎呀 你做得特别好 外面人太差了 因为我这是学师父上人 我们老法师也是这样 老法师说让他快点堕落 快点堕落 福报没了 他就消失了 他到地狱里才知道什么是真苦 在这儿他还在这儿 不知道呢 我跟师父上人说 我说你干嘛不劝劝呢 师父上人说没得劝 不可救药了 那么接下来看第四个 亲近善知识 误怀退转 我们在亲近善知识的时候 太多人退转了 我从12年4月份 万人祭祖法会之后 开始做丁红师父的助理 红法助理 12 13 14 15 16 现在已经是进入第六年了 这六年当中呢 这个真正跟下来的义工 不多老义工 可能都不超过三个四个 就一天没退的 我们在12年祭祖法会的时候 多少义工呢 现场一千多个 任何一场法会义工 最低的会是一百多个 退的很多 就一波波的退 沾茶颤退一批 然后又什么事情 又退一批 每一次退的时候 我就一开始心里会上火 觉得很焦急 那问丁红师父 他都很安然 他说这个大浪逃杀 使圣经 这都是佛婆才安排的 因为不断地在这里头 你才能看到 什么是真正的 护持的那个心 什么是真正的 对善知识的不舍利 这种信心就是我们往生极乐的信心 你对善知识还有怀疑 你觉得我们只认可老和尚 丁红师父不行 错了 我们在古代我们讲 还有爱乌集乌这个说法 对不对 凡是师父上人的弟子 无一不爱都爱 更何况是在师父上人身边 学了二十年的 能够穿着 他现在穿的那个袈裟 是老和尚给 他一出家 老和尚就把这个袈裟给他 让他以后奖金 红法都穿着这个袈裟 我们自己在 每一阵阿罗汉谷位之前 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 佛仪教经理不说吗 辱物信辱义啊 你不要信你自己的意思 错了 我只信师父上人 当时跟我说的一句话 说你不要退心 不退心 无论定供师父 事件什么样 我都不会退转 在他三年学界中间 他有跟我写过信 他说那么多人都不在我身边 不做护持一功 你要是觉得做不下去 你也可以离开 你可以去选择新的法师 去护持 我说我不会 我说除非是有比我做得更好的 我说我决定不会做 现在又没有 我决定不会做 我说我们儒家都讲啊 在人患难的时候 不可以落井下石 在一个朋友最难的时候 不可以舍离 那我们佛弟子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说心一发了 我们就箭在弦上 那个箭在这个弦上 你一松手箭出去了 开弓就没有回头箭 对吧 我说我已经跟师父上人在一二年顶礼 告诉老人家 我要护持他的后代 他的法脉 我不可能明天再去跟师父上人说 我不想护持了 我说这个做人没有这个道理 我说你只能成就 我说那么你成就了 证明我的选择也没有错 我说你千万一定要一路走下去 那么这个也是我自己对父母的这种报恩的方式 因为这次去善果林 又带父母去 是善果林的林长和林长夫人 在上一次郑重 特别阴重地请我带父母过去 那我父母过去之后呢 在最后一天 无量寿经的心得分享报告会上 我父亲还做了半个小时的分享 大家都很感动 那父母特别支持我 我也特别感恩父母 昨天父母还说 说你千万呢 别惦记我们两个 你就把电红树护持好 把义工生团护持好 你这个就可以了 保重好你自己的身体 不要管我 因为我在决定做护法的那一天 我就决定学习电红师傅 把父母 孩子 家人 全部交给佛菩萨 佛菩萨怎么安排 都是最好的安排 自己第一个 先把这个情职放下 全身性地投入到 这种护持工作当中去 每天都在想 怎么能让僧团 衣食无忧 更好的修行 一共每一个人 每个地方的 香港的 澳门的 台湾的 广州的 全国各地的 都能够照顾到 因为你自己 全身性地这么想 所以一共呢 对我也特别互念 无论一共做得好与不好 我最感恩的 我跟师傅说 16年我特别感恩 决定师的所有的一共 从他们加入决定师 做一共 无论是来得早的 来得晚的 没有一个 几乎是没有退的 我们在那护持的 这个比率 几乎是高达 百分之九十九 除非是我们觉得 这个人不大适合 在决定师 我们就提醒 委托普尔安排 委托普尔给他 安排走了 没请委托普尔安排的 全部一心一意在那做 所以我就 昨天还跟师傅说 我说我特别欣慰 所以无论任何时候 我都不会舍离大家 就是我自己成就 我也要带着一共一起成就 这一生呢 都往生 不能说 真的我从心底里 没讨厌过任何一个一共 无论他怎么样做 因为我觉得 他就像孩子一样 我儿子可能比他们闹得还厉害 那你用什么样的心去对他 他就会用什么样的心去对你 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但是他都有改错的机会 他只要在不断地持续地听法呀 护持呀 他慢慢他就改了 那有的人可能需要时间长 十年八年 乃至于三年五年 有的人时间短 三天五天 那无论长短 我们都要去护念他 你当你用这个心 你去看他的时候 你不会去厌烦 所以 我们在对这个善知识的亲近的时候 不可以推转 不可以用自己的分别心 自己的所谓的知见 去衡量一个善知识 他对 他错 善知识全对 没有错 因为我跟师父相处就是这样的 师父全对 没有错 要错 肯定就是我错 有一次 师父特别有意思 他事情多 他事情多呢 比如说 他有的时候也会 像视线犯迷糊 比如前一段 我安排一个事情 安排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做 做完这个结果 当然很好 然后师父跟我 聊天的时候 就特别开心 他说 敬云你看 我安排得多好 然后我就说 我说师父是你安排的呀 他说说对呀 你看这都是我安排的 我说师父对 我说你就是佛菩萨 我说佛菩萨安排 就是最好的安排 然后我的助理就在旁边笑 因为他知道 这个过程是我在做 后来我就跟我助理说 我说我们洪护一体 没有我 我做的就都是师父做的 师父做的就都是对的 没有一样是不对的 所以 我们在跟善知识相处的时候 你不要认为 善知识这个做的对 那个做的不对 这个说的好 那个说的不好 如果有这种心 落在你阿兰叶时里的话 它积累久的话 你就会跟善知识产生距离 不一定哪一天 那个不好的原先前 你就会退转了 就会舍离了 所以让我们每一个 起心动念的时候 都不要有这种不好的念头 确实发自内心的认为 师父做的都是对的 没有错的 哪怕他说这个白的是黑的 也对 可能是我的眼睛有问题 反正就是都对 没有不对 因为我在跟师父上人 和定红师父接触的过程当中 特别特别能够体会 善知识的那种重要性 也能体会到真正 一直跟在善知识身边 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都是凡夫 业障烦恼随时都陷钱 一陷钱 你哪怕没在善知识身边 你看着光碟可能都生烦恼 怎么又这么讲呢 这个就要降服自己的这种心 降服之后发愿 一定要求佛力加持 生生世世都追随善知识 不舍利 因为在所有佛的经典里 都有这样讲 我们在没有成佛以前 是不能够离开善知识的 我们每一个小菩萨 都会得到大菩萨的护念 如果没有我们上一位的 大菩萨的护念 我们决定是要退转的 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呢 自己就要不断地 不断地去发起这种善根 这个善根生生世世都让他加深 他就是我的戒和尚 我们求受三规五戒 菩萨戒 八观哉戒 定慌师父就是我们的戒和尚 戒阿舍利 我们在听这个法 哪怕一句受用 他就是我的这个亲教师 那如果我听着欢喜的话 我持续地让这种法喜欢喜 经未来记得都持续下去 不要让自己的烦恼献起 那么再来呢 供养善知识 不应休息 这个供养呢 是包括我们身口意的供养 包括我们的三种布施 我们做一工的 大部分都是内财布施 我们没什么钱 包括静瑜现在也没有钱 那么但是我们有内财 我们的内财就是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经历 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能力 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供养给善知识 我们供养给善知识 就是供养给一切众生 那么还有我们的法供养 我们的法供养 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随起善知识的一切的法布施 善知识在台上讲法 我们在台下护持 这是法供养 善知识讲完了 我们把善知识的法 做成光碟 搏经机给流通 这是法供养 善知识要来澳门 要去哪里弘法 我们把这个法训传播出去 这也是法供养 那么我们听懂了善知识的 哪怕一句话 我们告诉身边有缘的众生 不管他能听懂 还是不能听懂 在他阿赖耶识里 留下一个善种子 这个也是对善知识的法供养 时时刻刻 二六时钟 都不忘记这种法供养 你有这种法供养 你的智慧会越来越开显 智慧会越来越猛力 那么我们在修行当中 我们这个智慧的引导 是很重要的 你看世尊在整个讲法过程当中 一半的时间 都是在讲这个般若智慧 因为没有般若智慧 我们修了一大堆吃福 像我住在香港 我们那个小区 几乎家家都有这个狗 那狗都又高又大 很有福报 家里那个狗社可能都要十几万港币 肥用不是干别的 专门就是领着狗散步 狗要一大便 马上拿个纸还给接着 每天刷狗毛洗洗澡 估计就投胎到那里去了 福报太大 所以不能修愚痴的福报 要修这种有智慧的福报 那么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无畏不失 我们在护持众生的时候 那种慈悲 那种发自内心的柔软的爱 要体现出来 不能那么凶 我们澳门义工真的很好 我最怕去的就是那个国内去大陆 我以前去广州 哎呀给我凶到 我就说再也不想来啊 出去 都跟凶神恶煞一样 那个说话都很那个犀利 然后你感觉到那个进到佛门 真的是不容易 后来大家都知道我了 当然我的待遇就很好了 我的福报现前 所有义工见着我 本来这面脸还很凶 一看哦 静宇老师马上换个脸 静宇老师快请进 他进到别人又很凶 不可以这个样子 我之前跟大法人都有交流过 我们的护法义工啊 永远都是那种温暖的那种笑颜 就是带着笑的那种颜面 那种温暖的和暖的那种话语 让所有学佛和不学佛的人 都特别高兴看到你 我们这个学了佛的吓一跳 不学佛的直接就跑掉 真的是 我们在JNC也是一样啊 那个有的义工好凶 那个怎么怎么样 跟那个要拿刀要砍人一样 我说不可以这个样子 一定要会学会说柔软语 我去台湾的时候第一次 也是被吓到了 然后呢 也是没什么笑容 后来他那里有很多脸友 也是特别喜欢听我课 然后就私下跟我说 清云老师 你能不能笑一笑 你笑的时候 我们感觉心里头特别温暖 后来呢 我这几次去啊 就都锻炼要微笑 然后这次走的时候啊 有一位游妈啊 那游妈特别喜欢我 她呢年纪很大了 都六七十岁了 每天三万佛号 他们夫妻俩都护持这个 善国林道场 游爸负责所有的工程 游妈就特别喜欢我 每次一见着我就 哎呦 清云我最爱你了 然后跟我说 你第一次来呀 我都不敢到你跟前 那没有什么笑容 你这几次来笑得很开心 我一看见你我就高兴 这个笑也是一种不失 让大众心安稳 这就是无畏不失 乃至于在家里头 你作为家庭主妇 跟先生跟孩子 都要用这种柔软的这种心 用爱心 不要生烦恼 那么这是供养 不应该有这种休息的心 不能说我们护持师傅 护持累了 我们休息一下 这个哎呀 我们这个坐了两天 终于把师傅给盼走了 不能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就 真的善知识就不会来了 你要觉得永远都不想休息 越护持越高兴 累也高兴 那善知识也很欢喜来 我们去台湾也是 师傅的这个行事力 是排得太满了 他讲经念佛 晚课开示 中间还要见客人 所以我们台湾那两个小秘书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都已经是昏昏沉沉 眼里全是血丝 然后我也很心疼 我说哎呀 我说你们再熬三天 再熬两天 师傅走了 你们就好了 你们就能够休息 然后他们说不要不要 师傅最好不要走 我们类似也愿意 师傅在这里 我们很高兴 这里很有人气 平时都没什么信重来 师傅一来 做得满满的 大家都很欢喜 这个心就非常的好 就永远就那种 不休息的那种心 去供养善知识 那受善知识教 不应道错 随道错 就是颠倒错乱 我们在听善知识教诲的时候 听错了 为什么会听错呢 因为自己的心不清静 有很多妄想杂念 所以你听善知识的 这个教理呢 本来善知识是那个意思 或者善知根本就没有意思 你就给自己 给听拧了 所以我们在 平时的时候 要训练自己的清静心 当我们在听法的时候 就万元放下 不要想弃想巴 坐在这里的时候 认真正地听 听到师傅讲到某一处 特别触动自己心底的时候 那种对佛菩萨无限的感恩 不要自己在这瞎理解 师傅讲的这个 可能是讲那个人 师傅讲的估计是这个意思 没有意思呢 那这种清静心呢 要靠平时来训练 学善知识行 不应疑惑 这是指对善知识的 威仪和行齿 就平时善知识 走下台来 他的一些行齿位移 我们不应该有疑惑 他怎么会这么做呢 不要疑惑 我有一次跟定红师傅出门 那师傅呢 他前面走得就比较缓慢 快要出门的时候 他就加快了几个脚步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 我是觉得没什么 结果有人就给我写信 说经理老师 这个你得跟定红师傅讲一下 他最后走得有点快 没有位移 这是有疑惑 要是我们的话 没有想法 都好 怎么做都好 一切都是佛波斯的安排 所以对善知识 在这种举止行为 都不要生疑惑 那自己当然不是什么善知识 但是我身边呢 有很多义工 天天老师长老师短的叫 你对我的很多想法呀 也不要生太多的妄念 成天你不要琢磨 敬寅老师想什么 我告诉你 我真的没时间想 我一天三万佛号 佛祭期间师父规定我最少五万 我五万佛号要念圆满 然后呢 佛祭期间每天现在讲课 背课 听师父课 陪师父见课 写文章 我有一天弄到半夜一点半 然后呢 还差一万佛号没念完 我就第二天凌晨三点钟又起来 把那个头一天的一万再补上 所以那天只睡了两个小时 白天听清就喝了三包咖啡 不喝就眼睛就要闭上 然后就喝咖啡 喝完之后在那 想千万不能睡 因为我往那一坐 好多人都瞅你 那京音老师竟然睡觉 因为我每次一出门 跟师父 人家都会给我排得比较前排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去大佛寺的时候 当然我也是坐在最前面 我前面只有比丘尼法师 然后我就坐在第二排 然后我后面那个小跟班 一个小女孩义工 十七岁 然后下了课就问我 说老师 全场人都在瞅你 我闭着眼睛念佛 我也不知道 我说对啊 我说我是焦点 不瞅我瞅谁啊 师父没来就瞅我 等师父进场了 就瞅师父了 所以自己就也不敢睡觉 也不敢打盹 也不敢做任何事情 就老老实实在那听 以前我有一次出门 那师父讲经 他那个书特别厚 所以我就把他的 所有的那个大经科著 下载到那个手机里 做成那个电子书 这样看不就很轻松吗 结果我也没有考虑别人的想法 师父在台上讲 我就在那看手机 哎呀 这下就很惨 好多人写信投诉 静语老师上课 不认真听讲 全程看手机 在投诉信 投诉到师父那里 师父就跟大家讲 我知道他是在看电子书 他没有跟大家汇报 那所以后来 师父也批评我 说你乱看手机 你手机上又没有写 你这是大经科著 对吧 人家肯定以为你在聊天 我那个 我说对 也是 怪自己了 因为 自己要考虑到自己这个影响 就像我 我那天往这一站 旁边好几个人讲 哎呀 竟然是静语老师 给我吓得 我想赶紧做些念佛 因为自己可能 人家会说 他这个海青没有穿端正啊 他怎么这样子 就会很关注 那我们自己呢 不要关注这个 善知识的这些外表 多注重他的法 那对善知识的威仪呢 可以多学 尤其是像僧团 师父的威仪是非常好的 多学习他的威仪 其他的不要去研究他 像我讲课 人家都写很长的信 静音老师 你不要戴手表 不要戴手镯 头发什么样 头发长了 该剪了 我说我试想剪了 没有时间 然后反正写信 我说他为什么不听我讲什么呢 静音老师 你的衣服在哪买的 静音老师 你平时在哪个理发店理发 静音老师 你那个眼镜是什么牌子的 你的手机是什么牌子的 后来我有一次 跟那个我美国秘书说 我说你统一回复一下 我用什么牌子的衣服 什么牌子的牙膏 什么牌子的手机 以后就不要再问我了 因为我一般不变的 都是这一个牌子 这些就要放下 因为自己呢 如果对法没有生起 纯一的专注的那个心的话 你就不得受用 一定要很专注在这个法上 只听法 别的都可以忽略不计 那就很快入那个法位 文善知识演说 出离门不应犹豫 所以出离门就是 像定红师傅告诉我们 怎么样信愿持名 求生极乐世界 你出了六道轮回 能够去极乐世界做佛 这个就是出离门 你说我从人道出来了 到天道 这个不是出离门 你说我从人道 天道都出来了 我挣得阿罗汉果了 那个也不究竟 只要没有去极乐世界 都不究竟 更何况在末华时代 别说四果阿罗汉 出果虚多环都不可能的 因为正出果要断 见思烦恼 见思烦恼包括身剑 边剑 斜剑 剑取剑 戒取剑 五种剑或都要断 我们基本上是不可能断的 你断身剑 你会对所有跟身体相接触的 这个六根和六尘境界的感受 都能放下 比如说我们可以见到一个榜样 就是米勒日巴 尊者 他那个身剑就放下了 他可以吃那个寻麻呀 我们知道那寻麻是一种野草 吃到全身都是绿色的 他没有感觉的 他不会觉得不好吃 不穿衣服 他也没有什么 拿几个草围在身上 别人怎么嘲笑他 打他 他都很欢喜啊 他唱歌 唱那个歌颂的剂子 回应大家 我们别说吃寻麻了 这个菜 咸一点 淡一点 缺点什么 我们都会生烦恼 饭壳怎么这么难吃 你就会生烦恼 所以身剑都断不了 那后面的四种剑或更难断 我们就完完全全的 就依靠在阿弥陀佛身上 待业往生就对了 待业就带着我们的贱货 带着我们的沉沙烦恼 带着我们的无名烦恼 全部交给阿弥陀佛打包处理 我们就只是相信他老人家 决定可以带我们去处理呢 不要说哎呀 我现在生病 能不能往生 我家里人这么障碍 能不能往生 我们前两天 去年有一个部队的领导 都是司令员的一个太太 特别特别诚恳的 拜见丁红师傅 那真的是非常恭敬 高官的夫人 几位了四五位 很虔诚地听丁红师傅讲经 她说我提了几个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最担心的 就是往生的时候 要是家里人给我们都送到高干病房 怎么办 丁红师傅说 误忧误恼 全信阿弥陀佛 不要打这种妄念 打这种妄念就错了 我们就全部交给阿弥陀佛 我们也不要说绝对不送 送去我们还是念佛 决定信愿念佛 求生净土 不分时间 不分地点 不分场合 一切时一切处 就是一个信字 只问自己信的深不深 信的真不真 不要管这个那个呀 这些都是假的 所以对阿弥陀佛的信心 是我们整个 我们17年 我们就是加深信愿 我们从护法医工 到我们的莲友 就在信愿上下功夫 你说我念佛 念得十万八万 对 这也是信愿的体现 你说我早晚定课不断 每天一部无量寿经 一部阿弥陀佛 一部佛受阿弥陀经 也是信愿 你说我24小时 听师父讲课不断 也是信愿 你说我护法医工 我全身心的投入 我每天只能念 十生佛号 也是信愿 总而言之 你要把自己 完全舍得干干净净了 完全投到这个法的修行上 投到为众生的这种护持上 你就是有信愿 你说我中间还是一半一半 一点一点 这些都是信愿不够 不够真切 不够恳切 那么见善知识 随烦恼行 勿生贤怪 这是最重要的 善知识有没有烦恼行呢 没有 是自己有烦恼 见善知识也有烦恼 以为善知识在随烦恼行 自己生出很多嫌弃的心 很多怪罪的心 哇 你这位都是大德 怎么还能这么做呢 你这都是一代高僧 你怎么还能这样子呢 生起那种嫌弃和讨厌 和那种怪罪 这个时候 自己就应该马上警醒 是自己错了 如果我认定它是我的善知识 我永远我都不会对善知识生起任何的嫌惯 善知识有任何的做法都对 没有不对 它是让我看破放下的 善知识决定没有错 我记得我最早好多年前 就是应该这是七八年前 就是还做传统话论坛的时候 我又跟大灰老师有一次交流 大灰老师给我举了个例子 我特别感恩大灰老师 他就跟我说 他就因为我给你讲个例子 怎么样亲近善知识 他说我第一次到新加坡 见我们师父上人 就老和尚的时候 老和尚给我做了个视线 我一进屋 特别恭敬 终于见到自己的 想亲近的师父了 顶礼磕童 说师父上人呢 就翘着二郎吐 然后在那儿嗑瓜子 嗑着还把瓜子皮都弄地下 旁边侍者还提醒 说师父这块有果盘 把瓜子皮放到果盘里 说瞅一眼没之声 然后这个大灰老师就说 第一次见师父上人 怎么是这个样子呢 但是大灰老师确实是立根 他第二天就说 这是善知识对我的视线 我决定不能因为善知识这样 我就对善知识有想法 有分别 有嫌弃 我就不学他的法了 他能讲出这么好的法 决定没有错 是善知识在考我 他说我就马上 我继续又顶礼 顶礼完之后呢 我就跪在那儿 后来师父上人 坐了半天也不客瓜子了 腿也放下了 然后说了一句说 你坐下吧 然后就开始给他开始 那我自己也有啊 我在14年订婚时候 去学界的时候 有一次我回这个香港 那只老和尚让我要经常回去 亲近他老人家 给我开示 有一次那个我们 跟着师父中午吃完饭 在绕佛 在二楼他那会客室 没有 大概有十几个人吧 都跟着老和尚绕佛 我呢 是站在队尾了 因为前面全是大德 我就站在最后 师父上人就招手让我过去 我就以为有什么重要的开始 我就赶紧走到 师父上人身边 很认真的听 就师父上人就训斥 我说 想定红这样的 李扁当老师绝对不会要 也就我吧 才收他 你怎么还去护持 我当时一听 我说天哪 我说怎么会这样呢 我说我心里想 我说他比我学的课好多了 不管他怎么样 我都得跟住 我说师父上人 你可别考我 我说你怎么考我 都会坚定信心的 我就跟师父上人说 我说他学的比我好 我说那个 那个 我只能跟着他学 然后把你的那个教诲 把你老人家的教诲 再完全落实 完师父上人就不说话 过了半天说 你回去吧 我就把我有点到对位 但是之后 其实是在澳大利亚 师父上人 在没有人的时候 私下有交代我 要好好护持 他就是来救这个世界 来救众生的 所以我们在追随善知识的时候 会有很多考验 外面的 里面的 自己内心的 种种的这种境界都会现前 这些都是磨绕 你要把磨变成佛 你看一切境界 都是自己的心体现 根本原则不可以变 决定不背离善知识 决定不能说 哎呀 这个善知识怎么这样呢 像我第一次到澳门 我们到澳门那次是 应该第二次我来 有一次是师父还没来之前 我有到澳门 和老菩萨请我过来讲一次课 那其实我是没有 虽懒觉的习惯的 我在怀孕期间 都不会超过六点起床 我从小都是这习惯 一般四点四五点 一般决定起来 除非特别累 然后呢 我那天呢 就也是住在这 近乎医院的宿舍 早上三点多钟起来 我记得那个很冷 我就没下床 我就穿着家居服 就是正常的这个睡衣 我就在床上在这默念佛号 然后莫送这个无量寿惊 然后我们的义工同学呢 就去叫我 应该到六点半要用早餐 开门我就穿着这个衣服 我就去给他开门 一开门 我们的义工第一句话就是 哎呀 金云老师 你怎么还没起床 我当时就想 你对善知的信心太差了 要我决定不会脱口而出 说这句话 我哪怕心里有 我都不会说出来 你说出来的话 你会让人家很尴尬呀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三点就起来了 只是天冷 那屋里很凉 我就坐在床上 一直在坐着念佛 我就没有起来 我说你想 你六七点钟还不起床的老师 你还跟他学 我说你这眼光也太差了 要我 我决定不跟这样的老师 一天好吃懒做 连个功课都做不到 我说所以我们自己 在种种境界当中 都是考验 考验太多了 我们再去台湾也是 以前是这个 义工给我开车 我住在外面 没住道场 我们的道场是比丘僧住 那么这次呢 我去看他修行不到 我特意就把车钥匙拿过来 让我们这个去的男义工 开车来送我 拿的是我也很严厉 我说你把钥匙交出来 你不要送我了 结果我们这个义工呢 就特别特别的有智慧 他瞬间他就反应过来 老师让我万元放下 一心听经念佛 所以马上把义工服脱了 全程七天穿着海青 认真真的听定书 讲经念佛 而我特别欢喜 我说他终于明白 什么叫看破放下了 不要自己在那一直在那 绞尽脑子的想 老师怎么不让我开车呢 怎么把我就一脚拆出来了呢 这是情职了 因为要相信 师父老师的安排 就是最好的安排 要相信这就是佛菩萨的安排 你才能在这条路上 越走越欢喜 你不会说走到那种 情职的死胡同里 对自己的善知识产生情职 你就不会得到法义 像很多我们现在居士 在护持法师的时候 都会有情职 女义工对男法师产生情职 男义工可能对女法师产生情职 甚至导致会让法师舍离 这个出家还俗 那罪业就很重 决定不可以用任何的情职来护法 要依靠自己的理智 我是为法来的 我是为求法来的 我是为成就我自己的法身毁明来的 你对我怎么安排都好 你这个样子呢 才能提升啊 否则你在这里头没有提升 不生反堕落了 自己修的福报没有积满 反而漏掉了 这就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们在追随善知识的时候 不能成天察言观色呀 也不能凭自己的猜想啊 不能生起这些闲惯 这很重要 那最后一句就是总结了 对善知识所生深信的尊敬心 不应变改 那么在《华严经》里呢 他讲了应该以什么样的心 来护持善知识 我记得是十四种还是几种 但是后来是寄天菩萨 还是天津菩萨 给他归纳为九种 我之前讲过一堂课 没讲完 有机缘我会跟大家再继续讲 那这九种心 才是真正的护持善知识的心 才是真正的说明 你对善知识有深信 有尊敬心 这九种心当中 包括对善知识的心 如父母那样 你怎么对父母的 就怎么对善知识 如金刚一般的 如金刚铁为山一样的 不变 不倒 那么如这种法船一样的 去护持 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啊 我对师傅老师很恭敬 你的见解不可靠 我们要依据佛知佛见 来判断 我的心倒没倒 对不对 我们以前我在教 那个我的员工 学弟子规的时候 员工不学 说陈总我们都是好人 我从小到大可好了 我可有良心了 弟子规不用学 太累了 都二十多了 还要学习 我说你告诉我一下 你的良心的标准是什么 你给我列出几条 我说我学律 我做律师的 我学法律的 法律都得有条规啊 依据哪条哪条 才可以判人罪啊 你不能说上了法庭 法官说 我觉得你有罪 判个三年五年 然后那个犯人说 我觉得我挺好没罪 你不能判 你都得依据法条 对不对 我说那你把你的良心拿出来 你看你那是哪几条 我觉得你这几条挺好 你就不用学弟子规 他说陈总我那个没啥条 我就是完全凭感觉 我说那感觉 纯粹是假的 虚妄的 你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我说你看人弟子规 一字一句说得多好啊 从父母呼 应勿缓开始 每一字 每一句 这就是孝顺 你没做到就是不孝啊 后来他就学了嘛 我们对善知识也是这样 你不能说我对老师师傅 那绝对恭敬 全假呢 因为你是依据你自己的见解 不是一句佛知佛见 我们这个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错在哪了 在台湾 两个小义工 晚上非要去找我 然后我那助理说 人家到楼下了 老师见不见 我就知道他不清楚自己错哪了 我说我不见 为啥不见呢 因为他都不知道自己错哪了 来找我 耽误我的时间 我要备课呀 也耽误他的时间 他还不如专注地听经 听课念佛 他忽然明白了 他才来认错 才对呀 你说你稀里糊涂 你道什么歉呢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那天晚上来道歉 是不是不知道自己错呢 他不知道 我说你为啥想道歉呢 他觉得应该道歉 我说不对的 不能说为了做而做 我们做什么都做得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的 永远都心不颠倒 永远都住在正面上 这才对 那么今天呢 晚上时间就到了 也不要太晚 我们明天一大早 还要起来第二天的信念 因为明天晚上 我再讲一堂 后天一早 我就要回香港 我七点十五的船 就先回去 因为我印度的签证 还没签呢 那边领事馆要放假 香港领事馆要放假 我要赶紧回去签证 那二十四号 三十七年我也没有办法参加 大家呢 就在这里圆满 我要在香港等签证出来 二十五号呢 师父回香港 我们去拜天 替度老恩师唱功 然后就赶回去圆寺 跟僧团过年 那在这里呢 我也是提前祝 我们所有的义工和联友 新年吉祥 道业精进 发喜充满 永远都很欢喜快乐的学佛 新的一年 大家全部都提升 好不好 中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